大家好,我是洪毅,我是從台南來的 剛好知道台東有這個鐵花村,有這個舞台,可以讓大家心想表演 我的表演比較不一樣,就是沒有唱歌的部分,只有吉他演奏的部分 希望你們看過這種表演方式之後,會對吉他這個樂器有點不一樣的看法 他不只是一個伴奏的樂器,他也可以當音樂的主角 好,那我帶來的第一首曲子是 他是日本的新元節一主演的電影,叫《花水木》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,有嗎?沒有,都沒有看過 但這是他電影的同名主題曲,他就叫《花水木》 那他是,其實是原本,他是先有這首曲子 然後根據曲子的內容去改編拍成這部電影 然後電影主要是在敘述,不求回報的愛 那帶來這首《花水木》 和這首歌詞討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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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